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这里是想看到这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不是我一直在的教室 教室的话这个部位很少 这里很短 我今天跟他来玩一玩这个瑜伽 我可能玩不动 来看一看 你看他玩得多劳力 哈哈哈 这个 这个空中瑜伽离家里面近 走过来大概五六分钟就到了 所以 我来这里看一下他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瑜伽妹妹都柔软 多漂亮 那个姿势 多优美 那个绳子都可以随便买 他这个承受力有多重啊 这个一般的话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里 一般 五六百公斤是没有问题的 五六百公斤去 没有问题 这个城里五六百公斤啊 有 你看他这个紫色的 绿色的 彩色的 很漂亮的 一家空中教室 这个也是适合初级的 适合初级的 像我这个连初级都打不上零级 哈哈哈 看 看得多漂亮 多勇美 哎呀 太羡慕他了 哎呀 我这个年龄来学 简直就是 癞蛤蟆吃 吃天鹅肉 哈哈哈 我都不行了 我吃亏不如 哈哈哈 我们这个瑜伽妹妹是个天鹅肉 哈哈哈 你看这个小天鹅 古兰武器多漂亮 你看 哎呀 我们来看一下他吧 哈哈哈 那边可以放到根岛 对 是吗 啊 天鹅里开始体验 来天鹅去那边体验一次 哈哈哈 可以啊 哈哈哈 等我在这边学一下先 那一边的话比这边 嗯 你看这里都 都碰到地上了 对对对对 哇 哇 我在这边来拍一个有镜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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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太短 嗯 就是它高度不够呢 嗯 嗯 高度不够 绳子不够长 绳子也不够长 所以它太太短 嗯 哎 哎 那你那个呢 我那个到上面 绳子哦 嗯 嗯 高度和绳子都都是 那等于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 幼儿园的水平 像你这个水平不行了 在这里 太浪费了 哈哈哈 小朋友玩了 小朋友玩了 对啊 等于带我们来玩嘛 嗯 像我们都没有基础的 嗯 小朋友 等下 等下 老师站在哪个地方教我们的 是你站在 就站在哪个地方的位置 哦 这样子的 嗯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夹和手 哦 我建议你可以扭那个手上去哦 那这个有办法 他只能夹 可能他就是初级 确实是初级 嗯 初级也可以玩一玩 掌握一下身体平衡 嗯 我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这个教室 这碰到你家以前听说过 因为她玩得那么优哉优哉 而且特别优美 而且特别优美 都碰到地上了 哈哈哈 那样很难 哈哈哈 哈哈哈 玩得没有那些顺行啊 没办法玩 你看这脚都撑不下去 嗯 那我没办法 没办法玩 所以说我还是不能在这里 是啊是啊 你倒没事反正每天要过去 嗯 一直来体验体验 这个女的老师原来是那边的老师是吧 是啊是啊 没办法玩 哈哈哈哈 你们玩不起来 太短 你是高级一家 嗯 太矮了 我觉得我可能都玩不了 哈哈哈哈 它上面没有地方拿着的 嗯 它天 它天就贵 那你那边那个高吗 嗯 我那个 高是不高的 它是个固长 哦 哦 还 你那个卷的几下 我那边他们帮我整个拉长的一层 哦 这就没办法 那它这里可能没有吧 下面没有吧 嗯 没办法来 今天我们体验一次空中瑜伽是550日元 相当于32元人民币 每个月课时费将近1000元人民币 因为还有其他三位日本人在上课 没有问过这位美女的瑜伽老师 所以不敢在里面拍我们瑜伽体验的过程 只是拍了瑜伽妹妹的空中瑜伽表演 我们感受到了空中瑜伽是怎样的训练方法 说句真心话 我对这空中瑜伽还是心有余悸 因为一个年龄太大了 还有一个是有点恐高症 在翻跟斗啊 伸展的过程当中都是不能适应的 不知道悠友们对这空中瑜伽的感受如何 请留言给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悠友们分享到这里 感谢悠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